好 為什麼會有晚上這連續四波的驅離行動呢 主要就是在星期天的晚間七點半的時候呢 學生攻入了行政院 而這場活動的發起人 就是清大社研所的學生叫做魏陽 他也發表了最新聲明 表明呢 要在行政院靜坐 讓馬政府看見人們的決心 群眾情緒激憤 一個接著一個手拉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攻行政院 推倒巨馬 還爬進院長室占領行政院 如果身材有國際媒體 也請進入台灣民主化的身作一刻 我們希望台灣的經驗可以像以前一樣 給世界大海點半了嗎 好 拿起麥克風發表言論 眼前這個年輕人和一般學子沒什麼兩樣 他就是這次攻在行政院的發起人 名叫魏陽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也是陳維廷的同學 在臉書上表示這樣的動員很不負責 但請願意的朋友來這邊聲援 多來一人就必須比警方多派三個人清場 之所以會佔領行政院除了幫立法院夥伴 輸測壓力 更是讓馬政府看見人民決心 警察不可能如此順應地驅離大家 他們或許可以通過大門 但是他們無法幫我們通過台討論 許多社會運動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 魏陽走上街頭或許和家庭背景有關 因為他祖父母都是二二八的受難者 尤其是他的外公楊奎 更是台灣文學前輩兼社會運動家 曾因為當時得罪台灣省主席陳成 在綠島做了十年黑牢 只是這回魏陽號召進攻行政院 衝動形勢的後果還得自己負責 三線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好 這一波攻破行政院的活動呢 也讓警方貼了心要來進行